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很早以前就想聊 我在中国道路工作的时候 教的那些员工 员工都很喜欢听我讲话 他说我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 所谓的一套一套的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平文嘛 如果读古文读多了你就知道他是对仗的 前句跟后句是对仗的 那我常常会引用的话 他们说这话在哪里出现 我说这叫做诸子嘉训 他们没听过 在台湾现在的青年学子们也大概都 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诸子嘉训 那我大概接触诸子嘉训的时候是在初中的时代 我觉得诸子嘉训里面很多的句子都是名言 你都会 但是你不知道是出自于诸子嘉训 那你一读到诸子嘉训 你会想到诸子吗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面 在讲到诸子都是谁 诸熙 诸熙 但是诸子嘉训的诸子不是诸熙 所以应该直接讲他的名字叫诸伯如 那诸伯如是何许人 诸伯如其实他本人名字叫诸用存 那那个简介我在列的下面 各位可以点开来看看 他是1027年生的 1689年去世的 他的自存一 号伯如 所以他那个诸伯如是他的号 他姓朱 明末清族人 江苏昆山县人 昆山县 好 我们把这个全文念一遍 那个 我常常在大陆的时候 我对我的徒子徒孙 我都要求他 每天都要念这个 因为你常常念这个之后 你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知道一般的生活规范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跟技术没有关系 跟学术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的徒弟们都很希望 学到的是什么 是术科 而他的 像比如说管理工厂 或者是一些什么 技术上的东西 他们都想要 急于学到的是这个术科 你学到术科之后 你可能会 那个妻子灭祖 这个造反作乱 但是呢 我要他们 要求他们 成下心了 一定要把我要求的那些 那些经典都给他读完 其中这个术子家训是必读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这个 生活规范 那个需要大家来遵守 那现在我开始 跟各位读一遍 在台湾有很多人 那个花钱注印散书 但是到坊间你想找一张 这个术子家训的这个简介 或者是一张单张的 你都很难找到 那这个是一个蛮良可探眼 来我们先来念一下 朱伯卢先生 他辅圣经欲 饮食约而经 原书欲修真 勿淫华屋 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 十淫道之美 逼美妾交非归房之福 同仆勿用俊美 妻妾妾妾妓艳妆 主宗虽缘 祖宗虽缘 济世不可不成 子孙虽于 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 勿其简朴 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 莫饮过量之久 于尖挑贸易 勿占便宜 见穷苦清零 虚佳温序 柯伯成家 礼无久享 轮常乖顺 力见消亡 兄弟俗子 需分多润寡 长幼内外 以法术词言 听妇言 乖骨肉 启示丈夫 众赐财 伯父母 不成仁子 嫁女则家序 勿所重聘 娶媳求淑女 勿继厚怜 见富贵而生 惨容者 罪可耻 欲贫穷 而作交代者 见莫慎 居家借贞颂 宋哲中 宋哲中兄 处事借多言 言多必施 勿事事利 而欺凌孤寡 勿贪口腹 而自杀生情 乖辟自事 悔悟必多 颓舵之干 家道难成 侠逆恶哨 久必受清雷 屈至老臣 即则可相依 倾听发言 要之非人之 见朔 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 焉之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暗详 思惠悟念 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 得意不宜再亡 人有喜庆 人有喜庆 不可生嫉妒心 人有祸患 不可生喜庆心 善欲人见 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见舍而起淫心 抱在妻女 逆怨而用 暗箭 或言子孙 家门和顺 虽雍孙不济 亦有余欢 国客早晚 即囊拓无余 亦自得其乐 读书自在盛贤 为官心存军国 守奋安命 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 疏乎敬焉 各位看 诸子嘉训里面讲的东西 没有很高深的学问 但是它都是我们日常的那个 持家之道 比如说我们在公共食堂 在饭厅里面 常常都会墙壁上都会写的 一周一范当师来处不易 然后半师半缕横念物力为奸 就叫你不要浪费 另外就是叫你那个 傻傻进退 都要那个 早睡早起 不要那个 不要懒惰 凡子种种 还有就是叫你 叫你如何对待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你的那个 亲人们 要怎么样 要退让 要礼让 要等等等 凡子种种都是朱伯如 他的自家格言 这个自家格言 从明末清竹一直传到现在 几乎家家都把这个写 以前都是这样 写着那个 写 小凯写在那个 纸上 然后表起来 放在 挂到家里面 让家里的子子孙都 都要 都必须要读 中间有一个 祖宗 祖宗 虽远 既是不可不成 子孙 虽于 经书 不可不读 这都是经典的句子 还有这个 居家借 看到这个影片之后 能够 起而效法 那我们在学书法的时候 和练书法的时候 大概是最常传操的就是这个 诸子家信 尽量用手写 写的送给别人 以广招来 以上 吴宗成跟各位分享一下 诸伯如自家格言 是家家必备 那个所有这个 这个祖孙三代 都必须一起亲子共读的 这个教材 以上 吴宗成跟各位分享 谢谢